小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漂亮尊贵,直说达理,而又故事多多的大熊猫博士。 会说天下,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朋友的故事,名字叫德元对经。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礼貌孝顺,恭敬后学,名叫萧德元的孩子。 他自幼生长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,自小他就懂得约束自己,对一切事物都非常恭敬。 他很喜欢钻研经书礼仪,我不懂的地方经常去请教先生,并且他对经书非常敬重。 每次打开书之前,总要洗手洗脸,整理好衣袋,端正地做好,然后才开始阅读。 小朋友们,你们平时读书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? 你们知道德元为什么这样做吗? 那好,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。 德元对经 唐朝的时候,有个人叫萧德元,他小时候就喜欢钻研经书礼仪,尤其精通祖式春秋。 唐太宗时期,他严行谨慎,尤其守法,在朝廷做过著作廊和鸿门馆学士,后来教授晋王学习经书。 德元自并生长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,从小他就懂得约束自己,对一切事物都非常恭敬。 有一次,他读书时遇到一个不懂的问题,就急忙去请教先生。 天很冷,外面正下着大雪,当他走到先生家,发现大门紧闭着,心想,先生一定是在休息,我不能打扰他。 于是德元就站在先生家大门口,一边看书,一边等老师出来。 过了很长时间,德元也不知道在雪地里站了多久,手被冻僵了,也没有感觉出来。 后来,先生开门发现他站在门口,就问,德元,你怎么站在这里,为什么不敲门进来啊? 德元给先生军王宫说,先生,时间还早,我怕打扰您休息。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先生。 先生听完之后,赶紧把德元拉进了屋里。 身为读书人,德元对经书非常敬重。 每次打开书之前,他总要洗手、洗脸、济好衣袋、端正地做好,再开始读书。 有一次,他在专心致志地送读一篇礼记的时候。 旁边有个调皮的孩子,趁他不注意,把他的书抢了过去。 然后,边跑边喊,来呀,想要输就来追我呀。 就在德元准备去追他的时候,有一位婆婆拿着一封信来找他的孙儿,让他的孙儿读一读信里的内容。 但是,那个孩子不认读字,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信上写的是什么。 这时,德元走了过来,对婆婆说。 请您让我试着读一读吧。 于是,德元就帮婆婆把信完完整整地读了一遍。 抢书的孩子觉得很惭愧,虽然自己抢了德元的书,但德元并没有责怪自己,还帮自己的婆婆读了信,所以就把书还给了德元,并道歉说。 刚才是我不对,抢了你的书,现在把书还给你,希望你不要生气,还要谢谢你帮我的婆婆读谢。 德元笑了笑说,没关系,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 于是,小伙伴们又在一起开心地玩耍了。 德元不仅在学业上认真严谨,而且日常生活里,他还是个尊敬长辈的好孩子。 每逢过年过节,德元都会毕恭毕敬地先给父母叩拜,向父母问一声好,然后再向先生行礼,从来都不会怠慢。 先生见德元这么有礼貌,便对德元的父亲说,德元既懂礼貌,又孝顺,还恭敬好学,以后啊,肯定会前途无量啊。 先生果然没有说错,经过自己的一番苦读和钻研,德元终于做出了很大的成就。 到了晚年,他研究学问更加刻苦。 妻子见他这样,就劝他说,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,又不考功名了,为什么还这么辛苦地读书啊? 他答道, 书里有很多圣人的言论和美德,那都是指导我们生活的准则, 割读它们是不会感到辛苦的。 后来,皇帝因为得严的学识和品德,让他去教晋榜,研读经书,并封它为武阳县侯。 儒家的经书,本来就是让人修身养性的。 经书所在的地方,也是古代圣贤,美好德行所在的地方。 要想成为君子,又怎么能不敬重儒家经典呢? 因此,晋王经过德言的言传身教,也成为了一代英明的君主。 好了,故事我们听完了,小朋友们现在知道原因了吗? 德言读经书之前,先洗净手脸,系好衣袋,端正坐姿。 这不仅是因为他爱护真心书类,更是因为他注重礼节,对经书的恭敬。 在他看来呀,经书是让人修身养性的,是先人智慧的结晶。 经书所在的地方,也就是圣贤美好德行所在的地方。 敬重经书,也就是对古代圣贤的恭敬。 可见,德言是一个非常注重礼教,讲究礼数的人。 并且,德言无论是学识还是品德都非常的好, 在说话办事时,也都很有分寸,很有礼仪。 正是他这种精神,才让父母和老师还有帝王都对他钦佩有加。 小朋友们,我们要学习德言恭敬好学,注重礼节的好品德。 这样,长大以后才会成为国家的顿量之财。 你们说,对不对呢? 我们说,对不对? 我们说,对不对? 不要多强调下来。 我们说,对不对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